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一幅幅多彩的图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秋天的图画是怎么样那么美丽的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幅图小朋友们在秋天都看到过吗 嗯 第一幅图是什么呀 哦 是很多红色的枫叶 对了 到了秋天的时候 枫叶都变成了红色 非常的漂亮 你看到过吗 好 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一幅图 这是蓝蓝的 嗯 天空 天空上有大朵大朵的白云 对了 秋天我们常说一个成语 叫做秋高气爽 那么这么晴朗的天空 你在秋天看到过吗 好 那么小朋友们再看到这一幅图 这幅图片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这是哪儿呢 这蜿蜒的山脉上有一座座高高的城墙 这是在北京的 嗯 非常著名的长城 好 最后一幅图 小朋友们看一看 有没有流口水呀 啊 这是秋天的瓜果 都熟了 我们看看这里都有什么水果呢 哦 这个红红的是 啊 西瓜 啊 这里有绿色和紫色的 对 叫做葡萄 还有一个非常甜的 产自我国的新疆 嗯 这个叫做哈蜜瓜 好 这就是秋天非常美丽的图画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这节课十字部分要学的生字是什么 好 请小朋友们先看拼音 自己先练一练怎么读的 嗯 好 接下来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第一个字我们看一看怎么读 哦 对了 疑 好 再来一遍 疑 啊 我们经常说秋天风景疑人 很棒 好 第二个字我们读 层 对了 你的鼻子也要来帮忙哦 层 很好 我们经常说更上一层楼 就是这一个层字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字读 静 对了 这个字呢 鼻子就不要来帮忙了 读做 静 嗯 很好 接下来第四个字读 染 好 这个字呢 你的舌头要来帮下忙 读 染 好 再来一遍 染 啊 小朋友们在秋天吃西瓜的时候 西瓜汁掉到你的衣服上就会染色 嗯 读得真棒 好 我们再看第五个读 叠 好 再来一遍 叠 嗯 早上起床了 你要记得 叠被子 嗯 读得真棒 好 后面一个字读 脆 嗯 那么我们看 枫叶在秋天是红色的 那么在春夏季节的时候呢 它是脆绿色 嗯 读做脆 好 这几个字你都会读了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后面还有五个声字 那么这几个声字呢 它的拼音都是 嗯 双音节或者是三音节的 那么小朋友拼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每个音都发标准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字读 嗯 失望 爽 好 再来一遍 爽 我们说秋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啊 非常的凉爽 好 后面这个字 我们刚刚看了中国的长城 长城 啊 非常的雄壮 好 再来一遍 壮 好 再来一遍 壮 对的 好 后面我们看到秋天丰收啦 田里面都有 啊 黄澄澄的道骨 好 第三声我们再来发一遍 鼓 嗯 你读得真棒 好 后面一个我们看秋天 我们去爬山 叫做灯高 啊 再来一遍 灯 好 最后一个字最容易了 我们在中国也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字读 华 嗯 好 那么请小朋友把这一行字 自己再念一遍 嗯 大家读得都很棒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 秋天的图画是多么的美丽 首先我们看到的 啊 小朋友们都记得 是秋天红红的枫叶 那么我们用一个短语来形容 它怎么读的呢 还记得吗 刚刚的生字里面 我们已经学过了 哦 它读作 曾林静染 好 再来一遍 曾林静染 嗯 读得很棒 好 那么 曾林静染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吗 嗯 老师刚刚讲了 层 啊 我们说一层楼 那么这里的层是什么意思呢 对啦 你看 树有高高低低的 就像一层一层楼一样 林指的是 对 指的是树林 静的意思是 全部 染呢 啊 我们说 染色 那么 枫叶被秋天染成了 红色 所以我们用 层林静染 来形容 嗯 来形容 秋天高高低低的 枫树 啊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个词 哦 哦 这就是一片片红色的枫叶 那么 当枫叶变红的时候 小朋友们 你们就要知道 什么时候到啦 啊 对 我们说金秋时节 嗯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啊 这是蓝蓝的天 还有白白的云 我们说 天高 天高云淡 好 再来读一遍 天高云淡 嗯 读得非常标准 好 再看下一个词 这是 啊 小朋友们说 这是鸟 它有翅膀 在天上飞 那么 这种鸟呢 叫做大雁 啊 大雁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 都要往南飞 啊 躲避寒冷 所以秋天的时候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大雁在天空上 排成人字一一地飞过 那这个时候 小朋友们就可以用这个短语来说 叫做大雁南飞 嗯 读得很棒 好 后面一个词 我们看 啊 刚刚老师已经讲过了 那么长城非常的雄壮 所以我们经常说 壮丽的景观 经常用山河壮美 嗯 山河非常容易理解 壮呢 表示雄壮 壮大 美就是美丽的意思 好 再来读一遍 山河壮美 好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哦 这个词非常容易理解 瓜果飘香 嗯 在秋天的时候 瓜果都成熟了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所以我们经常用 瓜果飘香 来形容秋天的时候 水果成熟丰收了 嗯 这个词你学会了吗 很棒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里是什么 哦 这是一辆卡车 还有一辆收割机 哦 这黄橙橙的就是稻谷 那么秋冬天的时候 麦子和稻谷都成熟了 我们就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做五谷风灯 嗯 再来一遍 五谷风灯 哦 风就是丰收的意思 秋天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啦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 今天的课程你都丰收了吗 嗯 希望你能记住老师讲的课 下节课 我们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